大家好,我是今日主播David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投研周报 2021年8月16日至2021年8月22日 澳股和美股 今天的助理分析师团队有David, Zixi和Ariel 今天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 市场快讯,上周盖览以及本周关注 首先我们来看市场快讯 一则来源于Wall Street Journal的调文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34.8万人的低点 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 截止至8月14日首次申请救济金人数下降了2.9万人 这是自2020年3月疫情在美国流行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连续四周下降 自一月份以来下降了50%以上 劳动力市场仍在继续复苏 第二则来源于Wall Street Journal的调文 埃隆·马斯克加倍重视人工智能 应对自动驾驶系统审查 此前一周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高级驾驶辅助功能 受到了严格审查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将制造一种能够执行重复任务的人体机器人 原型很可能在明年准备就绪 下面是快讯部分 来源于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IFR的快讯 第一则 中国降低铁矿石进口量 铁矿石价格暴跌40% 中国经济发展不及预期 铁矿石可能还有很长的下跌空间 第二则 中国通过世界最严的数据隐私法 根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周五在北京召开 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此隐私法将抑制科技公司的数据收集行为 第三则 美国知名对冲基金Citadel将从Melvin Capital赎回约5亿美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 Ken Griffin旗下的Citadel LLC和 Citadel Partners正计划输回 美尔文资本管理公司 20亿美元中的约5亿美元 明星对冲基金美尔文资本 因今年早些时候的GameStop做空事件 遭受巨额损失 第四则 英国监管机构称英伟达收购ARM引发竞争担忧 英国政府正考虑对英伟达展开深入调查 这笔可能重塑全球计算机芯片行业的并购案 引发了严重的竞争担忧 下面一则 水控制和管道解决方案商 Reliance Worldwide利润翻倍拍戏创纪录 在截止至6月30日的 Reliance Worldwide的净利润增长110.5%至1.88亿澳元 并派发每股7分的默契股息 Apple提出Z能源的收购邀约 澳大利亚由气零售商Apple出价25亿澳元 收购新西兰的Z能源 稀土矿商Linux在马来西亚以低效率运营 由于第三波COVID-19仍在马来西亚持续 其马来西亚工厂将继续以较低的速度运转 该公司表示98%的员工已经接种了第一剂COVID-19疫苗 Charter Hall利润随着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增长而上升 在R1财年年度地产投资管理商 Charter Hall的收入增长20.6%至6.68亿澳元 净利润37.8% 年内该公司的物业投资组合增加18.7% 总物业投资回报率达15% 能源基础设施供应商Spark接受收购邀约 Spark同意KKR Otero Teachers and PSP投资集团每股0.295澳元的收购邀约后 已签署了一项计划实施协议 COVID-19测试为Sonic Healthcare带来149%的盈利 Sonic Healthcare全年净利润增长149%至13亿澳元 营收增长28%至88亿澳元 最终股息提高8%至每股55分 第二部分上周盖揽 首先我们来看重要数据 美国核心零售销售变化率7月 净值为-0.4% 预测值为0.1% 签值为1.6% 净值弱于预测值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 净值为-34.8万 预测值为-36.3万 签值为-37.7万 净值优余预测值 澳洲失业率7月 净值为-4.6% 预测值为-5% 签值为-4.9% 净值优余预测值 航行扫描部分 首先来看会试部分 澳元兑人民币-4.6411 一周下跌2.63% 美元兑人民币-6.5012 一周上涨0.38% 澳元兑美元-0.7137 一周下跌3.17% 大宗商品市场 金价最新价格为-1779美元 下跌0.24% 布洛特原油价格 65.47美元 上涨0.44% 铁矿石最新价格-154美元 上涨1.53% 下面是区块链商品市场 比特币最新价格为-6万 8478澳元兑人民币-7天 上涨0.2% 当前市值为-12869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344亿澳元 以太坊最新价格-4459澳元 每枚-7天下跌6.44% 当前市值为-5228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为-219亿澳元 USDT最新价格-1.40澳元 7天下跌-3.18% 当前市值为-907亿澳元 24小时成交量-869亿澳元 下面我们来看 标普澳交所200指数 收于-7460.9点 一周下跌-2.2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于-14714点 一周下跌-0.38% 下面我们来看各行业的涨跌幅排行榜 先股部分 涨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汽车和零部件板块 涨幅为-5.99% 下面是公用事业板块-2.50% 以及运输板块-2.33% 先股部分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消费-耐用品和服装板块 跌幅为-10.98% 分类带定板块-9.30% 以及零售板块-6.65% 非兼顾部分 涨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保险板块涨幅为-1.49% 下面是消费耐用品和服装板块-0.99% 以及房地产板块-0.93% 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板块 跌幅为-9.52% 能源板块-6.49% 以及材料板块跌幅为-5.82% 个股方面 一周SX200涨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PME涨幅为-17.48% KGM-15.12% 以及CNU-11.95% 跌幅榜前三名 第一名LYC跌幅为-18.22% SGM-17.43% 以及MIO-17.02% 鲜股部分 涨幅榜前三名 IDT涨幅为-30.95% ICL-24.32% 以及WHK-16.92% 跌幅榜前三名 CHR-DF为-28.99% POL-21.26% 以及MLS-20.99% 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 SX200涨幅榜 涨幅榜第一名 以及鲜股部分涨幅榜第一名 首先是SX200涨幅榜第一名 PME属于医疗设备和服务板块 本周涨幅为-17.48% PME是一家成像IT提供商 可以看到一年日线图 PME总是非常稳健 并且在60均线附近有很强的支撑 包括在上周迎来一波较大的拉升 拉升跳涨 三年周限图 同样在 疫情之后 开启了其上 接着 延续其上行通道 并且屡创新高 在上周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涨幅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下面是LYC 属于材料板块 一周跌幅为18.22% LYC是一家澳大利亚稀土资源看产公司 拥有一系列配套的资产用于 开采和加工稀土矿物 一年日线图 可以看到 LYC这家公司在 也是处于一个上行通道之中 尽管在21年5月左右 处于一个盘整的状态 但是在近期有所回升 并且在上几个交易日 迎来几个较大的跌幅 并且触及了60日均线 三年周线图 以及五年月线图 可以看到LYC这只股票 也是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是在本月 迎来一个明显的下跌 IDT 先股部分涨幅榜第一名 属于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 本周涨幅为30.95% IDT是澳大利亚一家制药公司 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 一年日线图 可以看到这只股票 在21年4月份 迎来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快速拉升 并且伴随着大量的交易额 在触及高点以后 迎来一波滑落 与回调 并且处于一个盘整的状态 直至上几个交易日 上几个交易日 又迎来一个连续的拉升 并且创下新高 伴随着较高的成交额 三年周线图 以及其五年月线图 本周关注部分 宏观数据方面 我们还需关注在周一发布的 美国制造业PMI 8月 以及周四发布的 美国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GDP增速 以及周四发布的 澳洲零售销售 7月份的澳洲零售销售 各股动态方面 周一发布公告的公司有 LU88 NHF 以及 XHL 周二 ANHUB IEL NAN OSH SCG SEK LSLC 周三 APA BLD LOV NPL ASR NEC WTC WOR 周四 ATUMUK APX BKL CCX DDR APE FLT IFL GIN PNV QAN RH C SSM SBM WHC WOW 周五 BWX PWR 以及WES 下面是我们今天所有新闻的信息来源 蜜蜂财富 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家业长青 欢迎您的收看与订阅 你